音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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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這個東西 組合這個數目字的 一個數字 你說它有什麼好組合的 那我現在問 你是誰組合的 爸爸媽媽 那你是不是得到爸爸媽媽的 音音 就是那個音 你知道嗎 你是爸爸媽媽組合出來的 48呢 它也是由一些東西所組合出來的 那那些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說是48的音速 那你可以用2 慢慢去約分對不對 那可是你如果說是 同除以 分子分母的最大公音速 的話 那麼 你就可以一次把它解決 那因為剛剛這幾個同學已經講了 它最大公音速是48 直接約掉之後 等於2分之1 剛剛主任說不能用約 然後說同除以分子分母的 最大公音速 我現在寫給新同學看 48就是48 96可以把它寫成48 乘以2 48可以約掉 48除以48 48是不是不見了 對不對 它就是約分 知道嗎 可是呢 你以為公音速那麼好找嗎 當然不可能 來 比如 一千萬 一千萬 好請問 要把它約成最13分數 怎麼約 蛤 不會了 你看1 17 17 來你看喔 答對了是17 來你看喔 我們在做約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約呢 主任跟你講 兩招 兩招 什麼叫做兩招 你有沒有聽過兩招 沒有 我只聽過顧 觀戰六將 好 告訴妳 約分呢 主任給妳 教妳們兩個招 什麼叫做兩個招 有沒有聽過練武功 主任練一次武功 給妳們看好不好 你那是大太極拳 答對了 泳春 就擋住字了 泳春 那我告訴妳 約分的招式 只有 兩招 兩招 我跟你過一過兩招 好 拿兩招 現在主任要跟你講了 約分要用兩招 妳要把這兩招記下來好不好 那妳就會約分了 碰到什麼題目 妳都會 相不相信 不相信齁 如果 妳在約分的時候 妳忘記主任這兩招 妳就會亂掉 所以我建議 妳 下一次在做分數的成把 跟約分的時候 妳就記住 主任 有交 兩招 拿兩招 來第一個 第五招試試看 大致上就是二三五七 為什麼是二三五七 為什麼不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為什麼只是二三五七 為什麼 因為 其他都有 七是 十數 十數 對 如果說 妳拿四 二三四五六 妳二都不行的四怎麼可以 對 妳拿二三四五六 妳拿六 妳二都不行 三都不行 六怎麼可以呢 六怎麼可以呢 了解嗎 所以說妳就拿直數 拿直數喔 我們才國小五年紀 我們年紀那麼小 怎麼會太複雜的東西呢 知道嗎 妳不要以為數學很難喔 它很簡單 請問二三五七有沒有簡單 簡單 對 沒有錯 來給我唸一遍 二三五七 哪個心中會覺得二三五七 二三五七 二三五七 適項二三五七 二三五七 下面有二 對不對 上面有三 下面也有三 那我們就用三 二四分十七 知道嗎 好 再比如說 比如說 五十 跟一五五 來 有沒有二 有二 沒有二 沒三 沒三 有五 有五 所以我們就用五 來約分 知道嗎 好 二三五七 這是第一招 第一招是什麼 高招 第一招是什麼 高招 對的 用二三五七 知道嗎 好 用二三五七 第二招 第二招 給妳猜是什麼 高招 各位同學 第二招 三招 第二招是什麼 我寫給妳看啊 十 十一 二 二 二 三 五七 五七 五七九 五 七十 為什麼還是二三五七 後面不一樣 公背 公背 不是 這裡是二三五七的公英術 對不對 公背 二三五七 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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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2 3 5 就夠了 那麼簡單 國小就覺得那麼簡單 分解 分解是什麼 看 主任弄給你看 我最會的就是這個 13啦 要拿什麼東西 你不要講 我們假裝不知道 假裝不知道 假裝很難不知道 Action 預備 開始 91分之26 協則 怎麼約 主任說第一招 2 有2沒2 有沒有3 沒3 3也沒有2也沒有 5也沒有 對不對 7也沒有 都沒有的時候 主任說什麼 第二招 分解 什麼叫做分 分就是分開來啊 你用2把26分開來 26怎麼去用2來分 26用2來分 2跟誰 13 知道嗎 所以7跟13 91 91的特別 分啊 要用2 3 5 7來分 沒有2沒有3沒有5 那我們就用7 用7分之後呢 它是7跟13 來同學有沒有看到 約分 有 13除以13 所以這答案是7分之2 7分之2 有沒有了解啊 有 現在開始懲罰啊 你都還沒懲罰 約分 有 兩招 第一招 用 公英數來分 第二招 用 分解 用什麼分 用2 3 5 7來分 分成這樣 就可以約分了 好不好 等一下呢 主要會給你們一些題目 帶給你們做練習 那現在先 我現在要教什麼 各位同學 分數除法 分數成法 分數成法 來 加法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成法 成法 成法是連加法 那我們在寫成法的時候呢 有幾個東西 來看一下這裡 來你看 2 乘以3 跟2乘以4 來看一下 這兩個 這兩個 比較一下 2有3個相加 2有4個相加 加3次比較大 還是加4次比較大 加4次比較大 加4次比較相加 很棒齁 看喔 看喔 加3次加4次 有沒有看到 嗯 幾個相加 幾個相加 有沒有聽到 嗯 有沒有聽懂喔 看喔 專心看 3分之2 有7個相加 跟3分之2 有9個相加 誰比較大 9個 7個相加 對不對 9個相加 誰比較大 9個 9個相加 會不會 會齁 再來 不會 來 3分之7 它有1又3分之1個相加 喔這個 看3分之7 有1個 小心看 3分之7 有1又3分之1個相加 當然是1個 跟3分之7 有1個相加 請問哪一個比較大 3分之7 1個 這個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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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有沒有聽懂 妹妹有沒有聽懂 我現在出一題給妹妹 其他的人都不要回答 好 妹妹你看喔 出一個很恐怖的數目字 送給你喔 但是 只要記入剛剛主任講的話 它就變得很簡單了 看 5又9分之8 它有3個相加 看5又9分之8 它有4個相加 誰比較大 4個 4個啊 對 我跟你們說 這些臭男生不要說 我是香的 香男生可以說 我不是臭的 很好 我是中性 這樣有沒有聽懂啊 聽懂了 聽懂了 聽懂之後呢 主任呢 現在要來拿一些題目 給你們算囉 來 5分之6 有 那麼多個 5分之6 有 1個 這裡是不是1個 同學這叫做1個 對 1個 請問 1又11分之7 1又11分之7 比較大 還是一個比較大 1又11分之7 對 這裡比較大 6分之5 對 好這裡有 7分之4個 然後呢 5分之5 這裡有一個 是7分之4個比較大 還是一個比較大 一個 一個 一個比較大 弟弟懂不懂 懂喔 他寫一個 那你覺得這裡有幾個 他也是一個一個對不對 他同樣也是一個 他就是一模一樣大 所以我們就寫等級 來第四題 看這裡喔 四 有三分之四個 四 有一個 看到沒有這裡是一個 然後這裡是幾個 三分之四個 這裡是一個 誰比較大 三分之四比較大 主任長得有沒有聽到 有